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在1982年 日本在教科书中篡改清华历史的行为激怒无数中国人 当时被称为音乐鬼才的香港词曲人黄瞻 立刻创造了一首《我的中国心》 但却遗憾找不到人来演唱 这时还在九龙电子厂上班的业余歌手张明敏站了出来 因为当时日本创改它的历史 我们香港的青年开始了解这一段历史 作为一个青年 心里面还想要做一点工作 还想做一点事实 还要做一点历史的见证 那么《我的中国心》这首歌也是值得一提的 也是香港自己一手包办 作词 作曲 主唱 也是我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在《粤语歌盛行》的年代 张明敏坚持用普通话演唱 在黄瞻的帮助下 张明敏的专辑《中华民族》正式发信 其中 这首《我的中国心》更是被认为 唱出了无数港澳台同胞 及海外华侨的新声 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曲 当时的春晚导演想借此机会 邀请香港歌手来内地演出 正因这首《我的中国心》 张明敏第一次收到了来自春晚的邀约 其实当时在香港里面 很多香港人都觉得 我不应该回去中国大陆唱 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没开放 也没有市场 但是我妈妈她说 你必须要回去唱这首歌曲 因为中国就只有一个 你回去 20世纪80年代初 改革开放一时 港台流行音乐叙事代化 但不少内地听众 仍对其抱有迷迷之音的刻板影响 《我的中国心》迅速走红 让内地社会对港台流行音乐 有了新的解读 在张明敏看来 自己对国家的情感联系 很大原因来源于母亲的爱国基因 我妈妈是印尼华侨 那么从小呢 我妈妈是从印尼想回祖国大陆 当时她怀着一个非常爱国的情怀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基恩吧 作为一个海外的中国人 是很苦的很惨的 那个时候从印尼刚是排华 所以她心里面抱着一种 中国好中国好 还要回国的那种依赖 依靠 所以我妈妈叫我国语 我妈妈带了我 我去听很多国语的歌曲 所以呢 我比一般的香港的年轻人呢 就是这样对祖国比较有感情 1997年7月1号 历经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归 各地华侨华人欢庆一堂 共庆这一百年盛世 对于这位香港歌手来说 一曲《我的中国心》 不仅唱出了华夏儿女 对祖国的热爱 更唱出全球侨胞 对故乡的思念与情感牵绊 看到英国国旗下来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升上去 确实这个回归现在已经是25年 这是个不长也不短 但是确实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呢 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是第一次 这是一生人的第一次 非常激动的 你回想我的中国心好像是个人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的中国心属于大家的 你看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位置 今天中国的位置 我们就知道了 中国心如何把它做得更好 我的中国心 我觉得今天来说不是属于我个人的 属于全世界的华侨华人 我个人的第一次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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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